抗大雨交不惜民眾對藍白聯手 讓國會擴權法闖關的怒火 青鳥十九號重返立院 長達十一米行動舞台 象徵街頭精神 背板黑底白字 警告中國國民黨 民眾自備首版自發性到場 我們這個選區域的暱稱叫七星區 關心政治是在美之急 我們認為說如果你今天不關心政治 那今天你的代表你的立法委員 就可能會濫權 藍白的未來是BI 藍白黨他們會說 這個東西不會影響到人民 這跟古代的帝王制有什麼不一樣 在濟南路後方樹上還有人熟惠 國民黨立委畫像 綁一排附上罷免 藍尾群組QR Code 為期三天青鳥行動 目標再號召十萬人上街 濟南路主舞台針對六大主題 包含國會擴權 華東三法等爭議宣講 青島東路舞台則是戶外公民課 皆悉台灣民主危機 更有青大學生 冲著副教授歐小林 國會脫序表現而來 我希望他是可以把他在大學所學法學專業法 反映在他目前 我不是就是認為他現在是覺得好像自己是立委就很了不起 看立法院的表現幾乎都是白黨都往藍黨去靠攏 不只青鳥們矛頭對著藍白根據最新媒體民調 國人對藍白國會表現不滿意度 接近六成一路飆升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則下令二十一號動員藍營對戰 而青鳥第一天就召集破三百名志工貢獻幾例 志工們發羽衣送水 火石組主舟切菜樣樣來維持體力長期抗戰 要立足藍白擴全法案 三十五環節 我們是NC小組 台報的